郭文貴議員 大家早 現在開會 首先先確認上次的會議紀錄 上次會議紀錄已經放在各位議員桌上 請參閱 對上次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則會議紀錄確認 向大衛報告 今天的議程繼續進行公務部門業務質詢 先請我們登記第一號的李喬如李議員質詢 時間二十分鐘 十五分鐘 今天十五分鐘 謝謝主席的厚愛 沒關係我十五分鐘 今天我要討論的就是跟我們的 今天練習的公務部門的團隊 我們的公務局都發局地震局有相當的關係 我們知道高雄市最好居住的地方 都是在美術館 而且美術館它的特區是全南台灣最有名的 所以當時在二十年前的政府 在重劃開發這個土地的時候 坦白講那時候的地主是有抗爭的 為什麼因為他們分配的土地沒有辦法像他們這樣的滿意 那很多這個地方都是工廠 那工廠呢 當然當時的前身 金花局的前身叫建設局 也就中央工業局一起來協助 讓他們把土地呢 安排協助他們到了一個仁愛工業區 所以整個的這個環境裡面 很不容易的用了兩三年的時間 把原來的這個地主或者跟這個地上屋的使用者 做了一個妥善的安排 二十年後我們非常的驕傲 驕傲的是這個地方 是一個非常讓人家視居 這個美術館特區的這個環境非常的好 然後加上市長 在周邊呢就見了秋軌 第一期也快要完工了 接著第二期就是引進到這個美術館的這個特區 經過美術館特區的這個圓軌道的鐵路 跟美術館路一直銜接 繞了整個半高雄 那這樣的政府用了這麼多的龐大的建設 來開發這個地區 本習認為它應該是非常美好 但是本習一直受到對方的壓力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所以呢我不希望在今天質詢之後 四年後我還要來拿這個議題再出來講 103年我們也曾經到過現場這個會刊 當然在位的現場的地政局長 都發局長 公務局長都非當時的首長 所以我今天希望看見成局市場 在任後的這個最後一屆的這個團隊裡面 你們的power跟公正跟強而有力的執行力 讓我們看見 在美術館青海路 有一場現在經營了七八年了 已經做了七八年了 我們也沒有辦法再容忍了 它這個土地呢 它是一個合板業 一個合板業 它的土地出租出去的 那我想請教一下對政局長 局長你請你告訴我 重劃的精神是什麼 黃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的指教 重劃它當然是自行都市計畫的一個開發手段 它主要的就是要促進土地的一個有效利用 要公共設施建設完了以後 要提升這個地方的一個環境品質 剛剛李遠也提到這個地區 過去真的是工業區 這是很凌亂的 現在已經完全的改觀 所以我們公共設施批建完了以後 把這些土地混回去 它大概混回去都是住宅區跟商業區 然後混回去的地主 依照它這個商業區 或者是住宅區所容許的使用 來做它的一個利用 處分利用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是做這個支援回收場的話 它是廢五金喔 又不是一般垃圾 它廢五金喔 這個跟土地使用 跟住宅區的使用 在我的了解是相違背的 除非說經過這個目的事業 主管的一個許可 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 這個是規定的不合法的 那在這個地方 這麼貴的一個土地 它來做這樣的一個 障礙的使用 不僅是妨害都市的一個觀瞻 我覺得也浪費了 這個高價的一個土地資源 好 謝謝局長 那我可以也讓 接下來我要請教的首長局長 知道一下 這個支援回收場是沒有申請執照的 第一 第二 他拿那個執照的地點 不在這個地方 這個我可以跟 我接下來要請教的 我們的都發局的局長 李局長 來請教一下 李局長 我現在把這個圖片 已經讓你看見 它就在秦海橋下旁邊 非常高昂的土地的地方 佔地大概我看 一千坪油左右 它是一個河板業 重劃之後土地出租區區的 營運了大概有八年以上 不止 應該有八年以上 那我估計這樣子 一百零三年 我曾經邀請市政務 當時的首長團隊 來個現場 那說要執行 可是呢 到現在 仍然沒有執行 而且現在 所有周遭的土地 包括了中央的土地 都在綠化 交給我們政府在綠化 包括了私有土地 拼命在建設 配合市長 要營造高雄 非常適合人居住的一個城市 大家都投資很多錢 都在那兒去家去樓 去得很漂亮 剛才獨立這堆樓 我們的市政務 沒有力量去處理 我說如果既然這個地方 又不合法 又有愛觀瞻 又不容許的東西 我們政府仍然沒有辦法執行的話 那麼我認為 我對高雄市政務團隊 我再也不會信任 你們有什麼能力 來行使這個高雄市的土地的 這個規劃的利用 或者重大的建設在旁邊 輕軌就在它的旁邊 所以請旅局長 你來說明一下 這一個場 我相信你們的 那個 你們的那個 基層團隊 已經有跟你報告 那你說明一下 你了解這個場 你們認為它合法嗎 那沒有合法 要怎麼處理來 李局長 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我想這個基地 大概 我了解 同仁這邊給我回報的訊息 它是在住宅區 是住宅區 那依照我們都市計畫法 住宅區是不得做這種資源回收業 是 那之前 那之前 當然議員有跟我們反映這件事情 那在 103年我們也有給它予以開罰 開罰六萬塊 那最近 我們又才跟環保局一起到現場去獻看 那看的結果就是 它還是持續在做那個違規使用行為 那我們之後會依法來予以裁罰 那所以我們的做法 你們開 裁罰的對象是誰 第一個針對那個行為人 然後呢 之後才是地主 那你們兩個都要啊 裁罰沒有 有一定的程序 但是我們一開始就是 會有一個限期改善 希望它能夠搬走 因為那個地方能夠合法化 就是不要在那邊做 那你們有繳納 對 他有繳納 他有繳納 第一次有繳納 那我們最近再去看 他一樣是從事這樣的行為 所以我們會繼續裁罰 那會一直層層加上去 局長我要求你們裁罰地主 我要求裁罰地主 然後局長你裁罰地主 地主如果再繼續沉租出去 我告訴你好了 這場曾經在內圍 它屬於內圍的範圍區 內圍快成為垃圾場了 你知道嗎 這場曾經在保針路 促華路 你們市政府的那個 四十四的學校 四十四文徵認定 那個時候葉居然當市長 他給了我五百萬 去規劃你們市政府的土地為花 這種玫瑰園很漂亮 他居然在旁邊 開市長把握一個地方 就是要做這個 然後呢 我出面 我要再靠你們市政府的 我就爛掉 內圍就成為垃圾場 我去找了 那個建商 是補董 是內圍人 我親自去拜訪盧董 我求他 你是內圍人 不要讓內圍的土地爛掉 你的土地也沒有價值 請你不要再租他 我是這樣打仗成功的 那個地主接受了我的建議 現在是內圍人 整個人都看他 所以呢 他就把土地收回 把所有的押金 全部還給了這個業主 這個我還被抗議 我還被那個業者抗議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不能為了一個人的利益 然後 我傷害這麼多人的一個 一個生活的品質跟權益 然後他就來這邊 那來這邊 站在一個民意代表 我不能讓他說 我都沒辦法 對吧 所以我暫時的 又不能再對他出手 因為民意沒有反應 哇 現在整個大樓臨利 民意也來了 我們民意代表 承受不了這個壓力 我希望 如果 對方局長 美局長 再給他告發地主 地主如果還 收回土地 還繼續出租 前 再次的 把這個土地 他感到不重要 那就行使 市長不是說 有沒有行使 都市計畫變更的手段 不然你就把它變更了利益 你沒差嘛 你沒愛這個地益嘛 你就讓地益 中央土地 做的變更了利益 運了很好 旁邊剛好輕軌 所以局長最重要的是 輕軌的第二期 107人就來臨了 我們面對這個的時候 千萬不要有這種東西 所以請李局長 強烈地展現你們的公權力 這樣好不好 跟議員說不定 這個案子我們已經把它列管 那我們會持續機查 那如果繼續違規 我們持續 列管 我跟你說 持續告發 有沒有限制 說告發幾次 是沒有啦 跟他打開 你又打開 你要向高雄市 高雄市民孫市 讓這些重化的地主 不再有這種投機的 投機的手段 來揹個政府的建設 他這個叫做 他這個叫做 掩飾揹個政府的建設 你就每天開 學伴的那個公司 你就每天開 他很好 沒關係 他沒差錢 你就跟他開 這樣子局長 你天天開 那你就算完成任務 好不好 那你請坐 好 最後 我們要請教我們 非常有魄力的 我們公務局的趙局長 哦 你最近在拼圍中 在拼那個拼到 有夠有去拼 啊 大家齁 都搓在等 大家都有夠意見 現在大家都很乖 好 這一場 當時 我們也都請公務局來現場 那當時的首長 也非現位 現在這三位的首長 但是我現在想看到 像在 我們想看見 陳竹市長的後兩年 後兩年半 他的團隊 非常有效率 我剛才讓兩年 去教育公館啊 那麼這個部分 他嚴重的損害 我們未來的重大建設 然後嚴重的損害 這個美術館特區 所有的這個環境 他就是一塊瘤 我不認為他應該要繼續存在 我們也給他機會啦 你有探伍啊 可以的 你就給我們機會嘛 整個內維地區 就剩下他這個最可怕 最可怕 我們也給他時間了 所以 他所有的 一些 維政務啊 所有的東西 通通 都沒有申請執照 他的公司 也沒有申請執照 完全都沒有 所以 我會 我也會 有航文給我們的金花局 應該是金花局幹的 執照 我有航文給他 請他依法執行 他在這邊做商業的行為 好 局長 我請問你 這個東西 最好大家都配合 要把它弄就弄了 這樣 幹部局長 來 你這要怎麼來一片 趙局長 請到 也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其實我都在青海橋 看鐵路地下化施工的情形 我都在青海橋看整個美術館區 這個區塊 坦白講是一個缺陷 對整體環境是不大好 尤其是這個環境 在我們的丹平 還有我們有一個教育部 中部辦公室的協產用地 他都市計畫編定市衛公園用地 這個部分 我還記得 頂飛機 我們很關心 我們預計在 明年 在明年 我們要來開闢 我把這個公園開闢之後 跟這個資源回收廠 很顯然是搭不起來 是 所以說我想這方面 我們會跟杜花局 來研理什麼執行的計畫 是不是來勸禮他 不要在這個地方 再來做這個資源回收廠 以上報告 趙局長 這個回收廠 它是我們政府有規定 它要去哪裡的 尤其這麼大 那整千塊 好 那你們研議計畫 局長你要研議多久 你不要再研議三年後 我又再繼續在這邊講 不會啦 不過這個會期晚 我們 也會會同 那個議員 到現場來看 看說 你不要會同 啦 局長 你也害我 你不要雙計人 我今天是真的不得意 我現在 經常拍到 密使館很招待的民意 跟他壓扁 跟來源電影的事項 跟他壓扁 跟 那個議員 我們來源的 所在的土地 整個 都分補所有 你不要請我 這是你親戶的事情 對啦 我 好 你好 你好 我跟你講 你平常的 平常的圍人 都是站在正面的那一旁 唉唷 我跟你講 他恨死我了這一場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有跟他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 以為我這麼好做 但是你已經躺到 七百年九年後 可以了啦 可以了 大家沒有辦法再容忍 他應該要那個 所以局長 我們的會期到六月十五號 那之後 你事先就安排好 也把今天 好 這個我們來辦理 好 這個我不敢說 在哪裡處理完畢啦 總是 最好是一個和諧的協商 讓他自動 自動 就是把他牽引是最好 現在是五月前 年底十二月 資訊進入 我們來努力啦 以我們的公務局長 照顧 你平常講我 這樣說我會怕 這個我們來努力啦 好不好 好 謝謝李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邱俊憲邱一言 質詢時間十五分鐘 謝謝主席 現場公務部門的首長 跟同仁大家早安 我想今天利用一點時間 來跟各位首長 來探究一些議題 然後這些議題 大概都是在大家的 業務報告裡面有講 其實 聽到那個公務局長 昨天在做業務報告的時候 有一個亮點 我看到的 為之精神一震 就是 公務局居然 居然看到了長照的需要 提出了一個 建構長照體系思念的 高雄長照工程行動計畫 公務局能夠提出這樣的想法 實在是很不容易啦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過沒幾年 台灣真的是正式 賣入一個老人國家 百分之二十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所以 在上個會期 在這一屆第一會期第二會期 其實我在跟 不管是在都發地震 或是跟其他財經的部門在談 其實 我們過去一直在探討說 我們的公共設施的保留地 沒有徵收問題怎麼解決 我會覺得另外一個議題更重要的是 我們已經徵收到市政府手上的這些土地 怎麼樣去符合現在我們社會需要的需求 去把它開放出來做更多的使用 我覺得這是更要快速去面對去處理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按照都市計劃去 畫出來的那些土地 預定地 其實很多地 按照現在的地區去進行 天文數字 那 它都市計劃區分的使用目的 跟現在的需求可能又不太相符合 然後要透過都市計劃變更的方式去做處理 變得會比較曠日費時 可是 像我們土地公地震局這裡 其實我們也知道 我們手上其實有很多肉地 只是那些土地 是不是符合我們現在需要去做的 所以在上個會期 其實我很欣慰 看到市府 有公文去跟中央說 在多功能使用 目標使用上面 是不是可以 讓它更開放 更讓地方政府 符合每個地方需求的時候 去做一些更適當的處理 我覺得這是不簡單的事情 其實在這裡我要建議公務局長說 局長你這個計劃很好 可是我們不能只有硬體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知道 府裡面長照的東西 其實是社會局跟衛生局 所以其實是建議市府這邊 把這個協調的小組的層級把它建構起來 比如說請附密或是秘書長這邊 硬體的部分 我們公務局是專業的 我們公務局來協助 怎麼樣把那些像報告裡面講的 閒置的校舍 閒置的空間 把它做適當的工程的處理 讓它變成符合長照的長輩 可以使用的 因為我們也知道長照 長照定義不是說 健康的老人家可以去活動 也不是 其實部分是需要醫療行為的 他是 他是私能的 我們照顧這些長照的長輩 其實是 不是照顧這個人 也是支撐一個家庭 能夠讓他可以正常的生活 所以這部分 其實在這邊建議局長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發想非常好 可是也是我們 台灣也是我們高雄未來需要 而且一定要去面對的事情 那怎麼樣去整合更多的軟體服務進來 因為大家也知道 之前蕙琦謝謝一直在提 我們現在 高雄市的土地公不是地震局 土地公是教育局 擁有最多現有土地的 這個其實是教育局的學校運定地 那過去我們 我這句話之前蕙琦也講過 過去我們認為是 未來的小朋友 我們要先提供好教育的環境 結果我現在發現 其實是65歲以上的老人家 沒有地方可以去讓他更好的安養 所以變成說 校地怎麼樣去做更靈活的使用 這部分其實在不同的蕙琦也不斷的提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要拜託局長 你這個生活很好 我感覺你很勇敢 我硬體的建設 我公務局來信家 來協助大家 在政策工序上來協助大家 可是在軟體的部分 包括剛剛講的衛生 社會 甚至我們現在的大地主 我們的教育局 很多閒置校舍 我們不是校舍閒置而已 我們可能是整間學校 是閒置在那邊的 怎麼樣去做處理 我覺得 就這幾年的時間而已 就要面對到老年化社會的問題 那 陳局市長執政也十年了 我覺得 在他的施政價值裡面 高雄變成宜居的城市以外 就是高雄應該是很會照顧老人家的一個 一個政府 所以這部分請局長幫幫忙 那 除了這部分以外 其實 我用一張圖來 來探究一些問題 這張圖其實可以看到 我們陳情湖周遭的一些地方 這張圖我在很多 其他的部門都拿出來講 這邊 我們富鼎金 正在進行嵌目 未來公務局 會把它打造成森林公園 因為那邊的 地形地貌的原因 基本上就是當綠地使用 那 這也不容易 幾十年下來 因為縣市沒有合併 所以這邊是高雄縣跟高雄市的交界 所以變成那些都是森仔布 那邊都是林幣設施 不是焚化爐 就是殯儀館 不然就是土葬的地方 那這邊好不容易要去做處理 那這邊 我們都發局 文大用地 地震局你也清楚 這邊有一些問題在 那旁邊這一塊16.53公頃 年底之後高雄市政府又將收回來 所謂的澄清湖救國團 所圍管的青年活動中心用地 這一整個加起來30幾公頃 那這邊 勞工運動中心加上澄清湖棒球場 22公頃 然後又加上澄清湖自己的園區 逛陸地就110公頃 這邊周圍加起來快200公頃的 空間裡面 其實 我很擔心 未來我們高雄市政府 在圍管上的壓力 因為包括這一塊 我們 都發局局長也有說 我們正在都市計劃審議 在推所謂的 昌寧的照顧園區 然後 開發式讓觀光局來做處理 可是 這塊地我們也知道 我 我剛選上的第一個禮拜 我會去找地震局長 在談文大用地的事情 因為文大用地 從余城願音前縣長的時候 的問題一直流到現在 雖然我們看到都發局 跟觀光局負責任的 去講說 我們這塊地趕快要做處理 不要因為中山大學 不要在這邊設校 那麼大的一塊 17公頃的空間放在那邊 每天養蚊子 野狗 或是人家亂倒垃圾 然後就在陳親吾的後門 非常的髒亂 可是裡面的的確有一些問題 是一直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我在這邊請教一下地震局長 我們要去做這些開發 其實我剛剛提到的那些 375減租啊 或是裡面的那些 陳租戶之前沒有解決的問題 那個不改革 我們是不可能再走下去 這個部分 局長你覺得 我們這一兩年 你有沒有決心 趕快去把它處理掉 就是跟這些補償救濟的 這一部分的 這一些鄉親們 跟他們好好的做下來 談好條件 趕快去把這個問題解決 局長也是簡單答覆一下 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的指教 關於這個文大用地裡面 375出約的這個部分 原來總共有73個 後來領了21個 剩下52個 這個部分大概有6000多萬 那這一段時間裡面 這個邱議員 還有這個曾經主義員 也都蠻關心的 那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專門委員跟主管科 到現場去跟當地的里長 來去做過溝通 那最近的一個進度是 我們內部 市政府內部 也有召集過 會議由陳副市長主持的 大概處理的原則 已經有定調了 所以我們就依照這個 市政府所定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們接下來就往下來置信 好 請坐 那個前幾天 你請坐 陳副市長有到鳥松去 然後那個當地的里長 也有跟陳副市長當面提過這個問題 所以到底怎麼樣的一個方案 怎麼樣去協調 甚至談判 因為之前的溝通 其實的狀況是 互動是很不好的 那個 是很激烈的 甚至有衝突 那大家的用意都是良好的 都是好的事情 大家尤其是要往好的方向去做 可是大家都是 都是好的狀況 人家堆疊在一起 結果又冒出火花 所以中間其實是需要有更多的 的協調的技術 所以真的是拜託局長 包括黨團的張勝副總召 其實也很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找個時間 我們好好照大家 這件事還沒改觀 後面整個走不下去 真的會走不下去 而且 這邊到年底之後 會有三十幾公頃的地 就放在這邊 財政局把 救國團的地收回去之後 其實 我們也知道那塊地 是水質水源保護區 是沒辦法做太多的開發使用 這本是地密度的開發 那地密度開發 基本上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變成一塊綠地 offer出來 提供給市民朋友去做休憩 那天 我跟陳局市長碰到面的時候 我在跟他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陳市長提了一個想法 我覺得很不錯 把那塊綠地開放出來 讓大家可以去那邊露營 市區裡面最大一塊 在湖邊的綠地 然後就可以露營 然後不會造成太多的污染 然後也不用太大的成本 也不用蓋什麼東西 就可以讓市民朋友享受 在都市裡面享受到 森裡面的感覺 享受到自然的生活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可是這件事情是在財政局手上 其實我也蠻擔心的到最後會變成什麼樣 那所以其實真的是 拜託局長 這件事情要趕快去處理 不然 陳青湖 我們一年花那麼多錢 錢門做得漂亮 結果後門 也跟公務局長討論過 我們走到後門之後 其實 在湖畔跟社區中間那一塊 我們都市計畫化為綠廊的 這一塊土地 我們營收起來是要超過十一以上 不然我們不可能去營收那一塊 那會變成說到後門之後 從那個環湖路一進去之後 前門後門兩個世界 然後變成到了鳥松的大門口 就是一個很多的空地放在那邊 長雜草 這個是一個蠻蠻可惜的 所以 怎麼樣 在這一些陳青湖特定區裡面 之前可能一二十年就已經 畫好的這一些都市計畫 透過更積極的檢討 把這些我們實際上真的開闢是很困難 可是又能夠兼顧到地方的 公共空間的使用的需求 然後能夠地方的財政能夠負擔 然後又不損及 私人土地地主的權益的狀況之下 去做一些處理 因為這些地方放20年了 如果又沒有處理 又放10年下去也是這樣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真的是拜託局長說 這件事情其實跟局裡面的同僚也討論了很多次 就是陳青湖特定區 過去用很限縮的 為了要保護他 用很限縮的都市計畫的開發的許可給他 變成說很多事情是停留在二十年前的狀況 所以剛才是很可惜的 所以在這裡其實就要拜託都發局 陳青湖特定區的都市計畫檢討 我們應該要更積極更有彈性的去做處理 那我們也看到公務局這幾年 其實縣市合併之後很多的道路開闢 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去做處理 我們道路開闢無非是說 真的是地方的發展需要 或實際使用上的時候已經是不符合負擔了 在這邊我要提出一條道路 來跟公務局跟獨法局請大家幫忙 這條路就是本館路 本館路其實就是鄰近的三明區 鳳山跟鳥松 每天的車子 不要說是殯儀館的大日子 不要說那個好力 兵償最下班就是開車 為什麼 它快車道就只有兩線 不要說慢車道 因為它也沒辦法畫紅線 然後也沒辦法停車 然後又機車一大堆 結果我們道路服務品值分級 A B C D E A是最好的 E 是最差的 它可能到D或是到E的 然後這條路上每天 可能超過十萬輛的車在上面跑啊 因為三明區加鳳山 是我們現在高雄市最大的兩區 六十幾萬人 那又加上 如果加上人舞鳥松的居民加起來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又知道 這邊的都市計畫 我們道路用地已經開闢已經滿了 兩邊剩的是各三米的綠帶 住在那邊的居民 或者是現場的各位 其實我們 很簡單的去想說 那邊需要的是綠帶嗎 其實那邊需要的是另外一個車道 不是綠帶 因為實際的使用上已經overloading了 所以 在這邊其實要拜託公務局跟獨法局說 雖然它旁邊是規劃成綠帶 可是實際的使用上真的是壓力非常大 怎麼樣透過適當的方式 讓它可以去做開闢 做適當的使用 而不是固守的說 我們都市計畫它就只是綠帶 所以我們就只能做綠帶使用 很辛苦 而且我們也知道 開闢這種比較大型的道路 都市計畫區內的道路 我們其實都靠了中央有一筆 所謂的生活圈的道路的補助 可是在兩年之後 我相信中央這條錢應該是不再變了 所以在這兩年內怎麼樣去爭取到適當的預算 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剛剛看到局長的報告裡面 很多生活圈道路有開闢 這一條的道路使用的壓力不亞於剛剛 我們報告裡面的那幾條 所以這邊其實真的是要拜託局長 當然有人支持有人反對 可是實際上使用上的確造成很大的壓力跟困擾 也造成那邊交通的瓶頸 所以這邊其實等一下可能請局長簡單說明一下 答對一下對這條路你的看法 那可能處理的方式 然後 其實過去的會期裡面其實一直在談的是 我們曾經有這塊 裡面這麼大塊 要爭取做幾個 我真的要拜託都法局 每一塊的區塊分散在各個局處裡面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樣 可是這邊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做整合 才有辦法帶給這週 我遭不然是人舞鳥松三民鳳山的市民最大的利益 未來的可能的輕軌路線拉進去 我們的道路系統也要搭配好 我們的都市計畫也要跟著去調整 不然我們這邊其實是要推動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趙局長請當務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 確實我們本管路為高速公路和陳青路 整個道路的服務品質坦白講是不好 尤其剛才議員在說的 普通人就很大 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覺得這樣提議出來非常的好 我想我們也會跟都發 我們會研議一個看要如何執行的計畫 當然這個執行計畫一定要包括財務計畫 那這個財務計畫 我們也會跟財政局研考會這邊 看這個錢要如何來執行 可能會達到最好的效益 這個我們會來擬定 好請再給一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最後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其實 差點忘了講一個很重要的一題 前一陣子 局長有召開一個會議 我們在自治條例的 審核的專案報告裡面 也有提到這個問題 我今天還是要再講一次 我這邊要提一個請求請局長幫忙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高雄市 這就是市區道路下面有非常多的工業管線 包括民生管線下面 然後這些的深色 其實是來跟公務局來申請道路的使用 我們是同意它使用道路下去鋪設 我要拜託局長說 到底現在這些管線 在我們的道路下面 它的存在到底多重 是沒問題的 我要講這件事情是 那一天我們在講鳥松水管路的道路的A7路面 拋出洋戶 我們才知道 中油下面的管線 只能8噸以下的車輛 才可以在上面跑 超過8噸會有危險 水管路只是其中一條而已 可是我們知道 高雄市的市區裡面 是有非常多的這些管線 就在我們平常走的道路下面 不知道有多少 市區裡面的廠商 其實是有這個的限制 可是他卻沒有講出來 我好像教長要很嚴肅的去發一條公文 讓總部使用這個管線 你要幫我情情適合跟我說出來 你不可以跟我說 我要跑出路面 你不可以跟我說 一條路上面 可以開燈的車可以走而已 那是很危險的事情 局長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們這麼多道路 其實現在還是存有非常多的管線 所以我這邊其實要拜託局長 因為來申報 其實會跟公務局這邊去做處理 請公務局要去通盤的去要求 他們要具實的去說 這條道路下面的管線 到底多深 多重的車輛在這邊跑沒有問題的 要讓市民朋友知道這個問題 不然像水管路上面 還有載著大理石車的卡車在跑8噸 多方面沒有事情 局長你是不是可以針對這個事情 再簡單說一下您的態度 請到局長搭戶 這件事情我們也遠起從那個交情 讓交情的水管路 跟我們大手的瓦處街 上面我們的養工處也說到 中油公司來個韓文 就是在路面跑鋪養褲的時候 整個噸數不能超出8噸 所以我就會講說中油實在很可惡 整個不管在這個早期就定位 為市區道路 那當然在市區道路路面 AAC的維護管理 當然是我們公務局的養護工程處 他們來做一個維護管理 但是在市區道路下面的管線 當然是管線的所有全能 他要來做維護管理 既然在這一個條市區道路下面 包括中油實化管線 都有15條 而且又最後一個公文來限制 所以我那天的會議 我們也強力的要求中油公司 馬上要提出防護的計畫 馬上要提出就是整個這15條管線 埋設的深度 埋設的布設的位置 馬上要提到給我們高雲市政府來 我想整個市區道路的維護管理 你管線的所有全能 你當然要負起這個責任 所以說 這個如果是說在道路發生什麼意外 當然是最好不要啦 如果發生什麼意外 當然你是你管線的所有全能 你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謝謝邱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中盛義友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大會主席 那麼今天我們公務部門的各單位練習的主管 那麼我們議員同仁 市民朋友媒體朋友大家早 我首先來探討一下我們這個 要請教杜花局長 就是在八百水災的時候 那個行政有特別條例 我知道的時候就是在大愛園區 那麼那時候在整建的時候 包括紅石智慧 那個慈濟 這些在就是有關居民 居住在這個大愛園區的時候 我想當然是很多的單位結合共同來 為這個安置 那現在這個條例也過去了 這個時間也 時程也過了 那這個 局長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以目前的狀況 對大愛園區來講 那麼都發局現在是 扮演怎麼樣的推動的角色 請理局長答呼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 那個之前在那個莫拉克條例結束之前 確實是有都發局這邊 因為那個時候有個莫拉克重建 重建會是有都發局 掛在都發局組織下面 那重建之後大概 那個條例廢止之後 就是有一些 就是回歸到各自的那個主管機關 比如說裡面的公共設施 該是屬於哪一個局處負責 就是由他們來負責 那大部分一些服務的 那個他也那個禮 新的禮也成立了 所以就回歸到民政局 那現在有都發局管的部分 還剩下就是一些空餘屋的管理 對 我要問的就是這個 現在目前齁 你像有 你請坐啦 沒關係 因為像說 包括那個綠美化這些都 也有養公處在 他們在管理的 在那個 當然有各方面 各方面的職責都有在處理 因為這個 當初因為很多聲稱的條件 沒有好像沒有達到標準 或者是 就是後來的因素呢 有很多在一直 一直申請 需要去居住的人 那麼 有關新發地區 也有很多 現在都變為紅色地區嘛 換句話說 就強制他們 一定要下山嘛 要千里嘛 問題就是現在 聽說有 差不多有十間 十多間的這個房子 我想說 這個要用什麼的方式 是不是要讓這些 就在住在 縫線地區原來的 這個八八水災啊 受難者 他們那些 臨近的 公告 叫他們再重新 申請來 我們來 這個衰險 安置 或者是用什麼方式 我 重點就是 第一個 你既然從現在沒有分配完 這些閒置在那 這些故事也會判他呢 還有第二 人家到底危險的地區 要接學生這些鄉下課 現在還沒有覺得什麼 五六月那時候啊 住在山頂的人站這裡 還骨 還要來丹陰 你知道嗎 真的也是很顛簿啦 所以我 就這個 這個 這個 不免直選啊 來請教我們的局長 說 攸關這村的房子 要怎麼讓這些民眾 有什麼條件 可以去申請 當然這個都是在 八八水災影響地區的民眾啦 我們要用工庫 還是要用什麼新鮮 受理的機關是哪些 這個麻煩局長來 我們做一個稅民 理局長請打呼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 那跟中議員這邊報告 現在剩下的空餘物 有我們管理 大概是有十四戶左右 那當初事實上 因為這些房子興建 是有各方的善心原建 原住建築團體它興建的 所以又有中央 又定一套的嚴格的標準 那為了這件事情 事實上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跟這些不同的團體 溝通很多次 就是看是不是能夠 放開一些使用項目 不過後來都是無疾而終 因為他們有各自的一些堅持 或是各自的法律的見解 那不過現在來講 如果針對這十四戶 以都發局現在的作為來講 我們是針對這些空屋、漁屋 包括說它的前後的一些外部的環境 我們都是有定期請人在做 巡邏、積查跟美化環境的整理 那同步我們現在也在 所謂的 朝公營出租住宅這個方向 未來想要釋出來給有需要的人 那首先因為戶數也不多 那公營出租住宅 就是社會宅干擬 也是必須以照顧弱勢的族群為主 當然是照顧以究竟的在地的 然後他是弱勢的有需要的 然後我們會定一套的辦法 之後那個我們會辦法 差不多快出來了 現在在草案的討論當中 那我們之後再跟議員隨時回報 這個最新的進度 以及相關的這個入住資格 教授啊你請坐 這個方法是很好啦 這個出動了 有人在為何 但是我們政府既然投入這個 慈濟啦 很高的單位 我們政府用心 那就是說 我是感覺我的本色的建議 給那裡住在山頂 那裡比較危險的人 因為每次如果發這個 這個一道土石流發布這個緊急的時候 你要動用多少 警察 去公所 相關的單位 要去勸導呢 那都還在爭執呢 就是他們住在危險地區嘛 既然你要讓他們 說那裡危險要他們下來 就讓這些有條件了 看定一個什麼比較接近的辦法 比較公平的 這個方法 讓這些比較弱勢者 來讓他們申請居住 我是本色是建議這樣 法局長有什麼受法啦 局長請打呼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 這個議員所提的這個方向 我們完全支持 那以我們的在定這些辦法 一樣是 第一個以公益 慈善 跟被災 所以議員提到很多是 為了那個防救災 被災 災害的準備的時候 他必須給他入住的這樣子的精神 所以我們會朝這個 就是反正就是弱勢 就具有公益性質的慈善的 然後被災使用這樣子 來去定這個辦法 要不要留起來只有做安置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存在了 看那些負責 包括以前的社會 他們有申請 可能那時候條件的警客 還是什麼有些比較不符 我意思是看不是 公告 讓他們來 阿哥申請看看 能不能盡量安置的 我們盡量來做 納入這個思考 每次都每次都 封搜進去的時候 公所 辛苦 拍手 辛苦 叫部隊勸說 這樣 他說 我們要下來住 不要我們住 還要住那裡 還要走出事 所以我們也是很為難 這個像有一些特殊的案例 或是特殊的情境 可能議員是在地 會比我們更清楚 那這個我們會後 在跟議員這邊請教 那看這個辦法 在研定當中 應該如何比較好 比較恰當 這點拜託局長 思考一下 這樣說好的時候 看是 用公告的方式 通知公所這樣通知 看是要怎麼 來來來 來臨選 還是怎麼樣子 我是敢說這樣的時候 誤盡其用 是沒問題 這樣還可以保護 人民生命 財產的安全 這樣 請局長這麼多 現在我要請教 就是說 包括都發局 跟這個地震局 都有關的 就是有關很多都市計畫 以後你們的軍行分割 先行分割 前陣子我就 找一個在米龍 有家的公所 我找一個在米龍的公所 就是那時候 這是八十幾年 那時候 就是都市計畫 有的 不知道沒有 是怎麼 沒有用好洗 但是民眾 他也不知道 他們到地震地關 去調土的時候 也沒有顯現 這個是公園區 那個是什麼什麼 都沒有 那後來 連下來照常 在買賣 那時候 上面 才通知說 你這個是精神分割 一筆土地 有些分割 兩三個區塊 後來 我就 服務處跟我 成請了以後 我就召集相關的單位 到美龍 那麼 那個 地震 相關單位 都有派人去 包括那個公務局 這些 那些 屏東的河川局 這些 有些因為他也 這個 有分別到 那個包括養公處 公園 河川 有好幾個 我本身要說的就是 這個 這個 金神分割 應該是要通地 要給那些大人 要匯同 不然他們也不知道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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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安全 而 阿 阿 杜花局理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 那議員這個案子我知道那個議員在今年四月份有召開一個那個縣刊 那我先跟議員說明一下大概議員也知道 他這個都市計劃57年發佈 他本來就已經有分所謂的綠地跟住宅區 那他剛好是為一個河道剛好是這樣子河下來的地方 所以那個當初花綠地可能有他的一些安全上的考量 那民眾在興建的房子大概都是在70幾年到81年這個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公告那個莊位圖 那所以也沒有分割 所以民眾會以為說他的房子是蓋在住宅區上 所以這個我想我們後續就是在那個都市計劃的檢討的時候 我想我們會大概看看 第一個就是看那個在河川的河川的那個河道用地那個堤防線那個部分 是不是有沒有安全疑慮 假設如果經過這些專業的判斷沒有安全疑慮的話 那我們會考慮把它變回民符其實的一個住宅區 讓他比較安心 但是前提就是不能影響安全的狀況之下 因為畢竟我們把這個原本因為河道的安全考量去泡為綠地再把它變回住宅區 萬一之後有產生什麼樣的意外的話 我想這個政府擔待不起 請請請請 這個民眾的語意就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時候這段時間來 有17年公佈這個都市計劃 這段時間來 因為有的人都有買賣嘛 有蓋房屋有這些 但是他們申請你們的藤本啊 申請土的時候 你們並沒有跟他序民啊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他會申請說 你們進行分割的時候才通知這個住戶 啊注意街道的時候奇怪我一塊地為什麼變三塊 問題在這裡啦 局長知道了齁 那也朝這個方向啦 因為就是按照局長所講的 第一個考量這個安全訓啊 整體的一個那個齁 應該民眾齁應該如果是不影響那個河川的整治 他不影響的時候就給人家恢復 齁就朝這個方向啊 好謝謝 還有一個我來請教那個地政局長齁 就是說 我們 等一下沒關係 不要再站那麼久 齁 我先說一個齁 就是說 我們館市合併之後第一次就是班這個 館市合併之後 到一家這個集中的這個 那個 重劃嘛齁 那麼現在四五年了也是 已經 已經到了一個段落了啦 不過還有一個位子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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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有些要回土的 有些人承諸國二財安局的地啊 後來找國二財安局以後他說 這個我不接收不點膠就對了啦 他說不點膠因為 有些泥土都還沒有恢復嘛 都要有恢復嘛 所以他們都沒有接收啊 有好幾個我的輔助就收到 好幾個案件啦 不過就這個我們 學生來探討一下 就是說 希望局長能夠 對這些 收尾啦 要怎麼收縮 水稿沒做好的看是民眾的 可以處理的工 做好來完成 道路的部分 還有尤其店高的部分 看要怎麼來圓政給他們店高 這樣啦 因為這個已經有一個市 市長嘛 那如果店高完 圓政立完的時候 我們要來追債圓 總之比較壞的路 比較那個 來給他們輝福 圓可以說 比較好經濟 這樣啦 這點來麻煩局長來 睡眠一下 請黃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 關於這個吉安農地叢劃 現在已經進入到尾聲了 現在只剩下大概都是點椒的 一些問題而已啦 然後第三期的一個叢劃的一些工程 去年10月花包 到今年的5月底 應該是要完工 但是當中就是有一些民眾 因為他自己在改良 那些土地的時候 雖然車在搞 雖然路 都會有搞派 現在就說我們去修理 他還要告派 就是一直不斷在修 所以我們是等說 他這些 民眾把 那些 土地那些部份 改良料的時候 路面 需要 我們這大家 我們再跟著 再去把那個路面鋪好 這個大概可能會延到 六月左右 才會全部來結束 這點 這 總議員做個報告 我 謝謝啦 因為這個本來中的 那個 就是一個 長遠 為了這個 好工作啦 地方的發展啦 當然是 很好 有的 要收縮 就盡快 督促 讓他完成 這樣 給我兩分鐘就好 我接下來 來給兩分鐘 我來 請公務局長 待會兒他來啦 因為這個 非常用心啦 首先感謝啦 因為很多民眾反映 就是有關一八一線 飛翰木 火焰木的那個樹種 就是容易 這個 很脆就對了 然後 遇到颱風的時候 威勞都會回去的 都會影響交通 那個一百一線 一百一線 三零一關 隧道一百一線 有 那有兩個缺點嘛 第一個就是 那個樹枝 容易 折斷啦 弘胎時 都會 威勞都會理 第二點呢 就是說 他這個字 都背跟人的 殘荒 很多 都會在那裡 洗嘛 那麼經過 我跟局長 那時候 還沒做局長的時候 那時候還 那個處長的時候 我就有建議了 那後來剛上任的時候 也答應了 那現在這個樹 人家的反應很好 因為 我們就是 已經 枯萎的啦 或者是有那個的 就補其他的樹種了 那樹種就更換了 因為我們 整體道路的 美 這些 除了 這個能夠觀光 能夠這個 種植的樹木能夠 帶動地方的 那個 美麗的話呢 那環境的 美麗 同時也不要去影響 他農作物的那個 這點是有做的 兩點的時候 待會 局長 幫他這位大法 就像一個 就是 有關寶萊 一山一線 寶萊 一山一線 因為這個就是 在八八的時候 回去到現在 這個 這個 替代方案 或是怎麼樣 現在是 進行到什麼程度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 三年往賈仙高宥九線 無極唐斷 還有一個 轉彎曲責的 金貴本席 在幾次的 種植選 也是 要來拜託 我們共有共 可以說 把那個 決彎取職 做一桌球 比較危險 高宥九線 木質 木質 往那個 賈仙的銜接處 有一個 大轉彎 就是八八的時候 那時候 垮掉的 這兩點 麻煩局長 給我們做一個 說明 請召局長 答悟 有關那個 一山一線 替代的方案 以及我們 三林 結婚取職 這個方案 目前我們還在 演藝當中 好謝謝 中議員 接下來 我們向大會報告 休息十分鐘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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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